我們今天要來驗證網路上的一個留言 就是只要用便利商店的御飯糰跟炸雞排 就可以自製米漢堡 我們買了兩個鹽口味的御飯糰 沒有包東西一個各一百塊 然後還有一個五股的炸雞一百五十塊 首先我們先把御飯糰的袋子拆開 接下來呢我們就把兩個御飯糰當成米漢堡的皮 然後另外一個疊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啦 這個大小的米漢堡三百五十元而已喔 到底留言是不是真的 還蠻搭的啊 真的喔 因為飯跟雞肉好像很搭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買了只有加鹽的飯 所以本身沒有太多的味道 然後搭配這個全家的那個炸雞 我覺得本就蠻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米漢堡 我覺得還蠻成功的 好 我來吃一口 這次來當然當成中餐完全沒問題 三百五十塊餐 五股雞加上兩個鹽味的蒙泥皮 有興趣的朋友下次可以挑戰不同口味的御飯糰 或是加上各種不同的佐料喔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